嗨動摸 這裡是白愛 今天我又練了一圈的吉亞 然後回到了 再次回到了我們的海底城 第三層 嗯 這邊的怪我發現應該都是非常非常的 難打 要一直不斷的回血才可以 所以我現在再去抓幾隻怪 然後順便把這一層的機關給開了 距離太遠 這個地方還沒有開過 走走走 他們沒有撞上我 我就先不理他們 我主要是去開機關 剛剛這邊我們沒有來過 這邊地圖上面還是黑的 得想個辦法繞過去 本來過程就比較長了 還要設置這麼多彎彎繞繞的東西 我應該原路返回吧 剛剛是從那邊過來的 現在直接回去 嗯 哦 機關動了 4層 太好了太好了 4層我們直接先往前面走走探索一下 這邊有存檔點 要記得存檔 這邊有存檔 這邊的怪還是比較多的 呼呼呼 跑得也挺快 哎呦 這是什麼啊 二郎神啊 海底洋檢 對 洋檢應該是在天上 海底這個 海底這個 快點來 OK 要不要回點藍 哦 這裡跳下去可以嗎 這裡跳下去應該就是直接去下一層了吧 屋第五層 嗯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箭頭 啊 啊 哦 哦 根據上去的箭頭的方向然後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蓮蓬應該是會開往 同的方向 可是上來必定會撞到這邊的怪 很煩 強制性炼擊 沒事沒事 哦 咦 身反 啊 可以 這個怪的體積比較小 所以我躲過去了 哦 這裡有個存檔點 難道說 哎我怎麼又被偷襲了呀 難道說 這就是最後一個時台了 哎 加油加油 那我是不是呃 現在好像 大家的狀態還可以 這個去的一個地方 這個去的一個地方 不是石台了耶 這上面是兩個人 兩個小人 龍龍 熬餅 水壁 哦 對不起我們誤入此地 不知道這裡是有主人的 打腳了 好啦不用多說西風 一個帥哥和一個美女 現在這裡很危險速速離開吧 且慢這個人我很眼熟 似乎是神界的 他認得我的前世耶 那說不定可以讓我們走後門 快快快 我不是你認錯人了 是與不是過過招就知道了 怎麼一言不合還要和我過招 我以為他會 哦 哦 疼的疼的 兇殘 應該只是真的想和我過過招吧 他們也會回血呀 可是 看來這一場戰鬥還比較持久 比較持續 咦 血條已經出來了 這個妹妹 妹妹的血條已經出來了 這個哥還有點 沒砸出來呀居然 哦 他的血要比這個妹妹要多三千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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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来别又给我捶死了 景天死了会损失好感度吗 主角死了应该没事吧 毕竟主角是我自己 mis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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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剑不能死 救他 救救救救 复活 哎呦但是血有点太少了 感觉他随便一打可能就会死一个人 啊 我要我要出击 可以 说什么 好厉害 对对对他们两个是挺厉害的 你果然不是那人是他的转世吧 他居然连这都知道 你是什么人以前也是神界的 他 不做你和重楼私斗时 正是我派 我正是派去捉拿你的神官之一 而他当时是重楼的左右手 也要找重楼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一见钟情 干嘛干嘛 我和别人打个架 你们俩就还 嗯 怎么可能神界这么久都没有来捉拿你们 这是他的主意用法力造了这个浮空岛 让他每天在不同的地方飘游 要知道天上七日人间千年 而人间的一天 连天上的一刹那都不到 虽然我是神 众神能探查到我的气息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们是无法得知我所处的地点的 所以千年来我们平安无事 他们居然还 还能做这种事 还有这个好事 那我岂不是可以让西瑶也来这个地方 人间生灵记忆我们不得不如此 其实早前这城 并非攻城洪水中 我们用这城救过不少人的性命 那好呀还可以造福百姓 千年来还恩爱厮守 凡人梦想中的神轩 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 还有什么可遗憾的 现在要走还来得及 哦 圣灵珠 是仙家之物送给你们过去有些用处 速速离开吧 多谢 怎么 浮空岛还会地震 地疆神兽 终你我一生不犯神魔两界任意性命 什么 神界也好魔界也好 都不如人间自由自在 我若跟你去魔界 其他的魔会怎么看你 会接纳我们吗 啊 它们也是相隔两界的这种爱情啊 我们若将灵力全部释放出来 应该可以控制出水下的火山 换得沿海千千万万人 生灵的平安 你觉得不值得吗 啊 你们已经厮守了这么久了 也可以牺牲牲牲了吧 对吧对吧 这么多年 我是魔 寂灭后依然会慢慢聚化成魔 而你这一去 不知会轮回到六道中的何处 啊 怎么你此时还是看不破呢 世间万灵本无高低 人也好 妖也好 怎样还不是一生 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啊 说得好 嗯 可你那时的样子 寒蝉也好 楼雨也好 你要的是我 不是我的样子对吗 它那时还 转身过 小蚂蚁 太可怜了 我的命不会那么不好的 你多保重 嗯 我要永远地寻找你永远 太感人了吧 这也 哦 它们俩变成了星星 双双事事不分离 嘿嘿嘿 便宜了它们距离 神甲 哦 这是来捉拿它们的吧 兵不忍兵不血刃 毁了这魔潮 不可 这是它们两个人爱情的结晶 救命 我要打它们两个大锤子 我的血还没加满呢 我的状态还不是很好的 这是连战啊 它俩的血应该比刚才那 我们两个人要高吧 哎呀 怎么 哎呦好疼啊 我得加点buff吧 刚刚都忘了加buff什么的了 我自己也要上一点保命的buff 太脆了这个 先给它用花银拉起来 今天小脆皮 把鞋也给回买 哦都上了短骨骄了 还是打这么多的鞋 成员护体呢 待会我来试试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现在先强力输出 先把它们的血条给耗一耗 雪剑这个 我觉得可以 对对对 月盘成功 嘿嘿 我点蓝吧 嗯 他们现在武力值下降 哎呦呦 怎么都打今天啊 也不让其他人帮我分担点压力 来也快没有了 龙奎跟这个有点同步啊 我现在 练侠这个技能伤害 不错了 是吗 轮轨这个技能伤害最高了 可是他们的血条我估计 我也打了很多下了呀 回蓝回蓝 没蓝了 加血倒是不用了 哦 这个人的血条打出来了 呼呼呼 喂 我刚刚给他加上血 思考一下 哎呦我这最后几下打的可真疼 专业的呀 看来他们捉拿这个神官 我怎么感觉我还是不如他们强呀 这个怎么办我怎么打最终boss 我还没有修炼到上一次的法力的那种程度 我现在还有一堆人呢 五个人 四个人 哎呦 可以啊 学健有时候 还是非常的灵敏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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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说说 所以我的上瘾石是被他们弄死的吗 我现在也算是报仇吧 stew following 停停 怎么突然 又出来了个这个魔兽啊 这个是跟他们两个刚才一起的嘛 怎么没 没跟我打声招呼 我好像刚才 刚才说了吧 刚才说了什么 什么涌动 地 地脉涌动还是 水脉涌动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 减速杀 火加3 他还是群弓的那种 长得还蛮喜庆的 像个年兽一样 嗯 子萱又要没血了 但是子萱又要没蓝了 啊 群体加血 这一波可以 哦 血条 2000 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这剩余的来 哎别跑别跑 啊呀 嗯 啊 他们就这么走了 那还用得问 打出来还不走 不然我看他们没有使出权力 若真是较量 我们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快走吧 万一他们搬来援兵怎么办 这你就不明白了 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人愿意 呃 恒生枝节 他们回去后 连见到我们都不会提 为了面子 当然更不会让别人知道 跟我们交过手 没占到便宜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那他们来这一趟有什么意义 真的吗 嗯 官场上的是 无论是人间还是天界都是一样 我们回安息吧 可以 直接从这个洞 这个传送的地方 安息 在哪来着 安息是靠着海边的那个吧 我记得 对 哦 这里有一个剧情 这是谁啊 这个人 秦飞扬我总是看见他 剑种魔炉之火又燃起来了 飞扬哥我早就听老头子说了 你说那九州散人莫非真的成了仙 这么多年还没死 这很难说我常听家不提起当年 君剑种散剑大会的盛况 当年他还是个孩子 那九州散人所藏明剑 全部分送给了武林同道 若不是真的遇上了千元 什么人会这么大方 剑 跟我的剑有什么关系吗 啊 余剑 小声一点 别被他们发现了 我在偷听 原来是你啊 吓我一跳 还不快到这边来 怎么了怎么了 偷听别人说话还这么明目张胆的 一点江湖阅历都没有 他们也没发现我呀 我也不是故意偷听的 难道他们还杀了我不称 那个男的称无情剑是江湖上的一把好手 暗器也十分得了 女的是天龙帮帮主的测试 他们会悠悠 哦他们偷偷偷偷偷 被我撞见了 你说他们会不会上你灭口 但他们优惠又不是在说什么 奇怪的东西啊 未必输他 还挺自信嘛现在我 少吹牛了 论起斗星耍 斗星计耍阴谋 十个景天也比不上人家 你在江湖上混全靠功夫的吗 哦 雪仙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 你这么一打岔 听听她们说什么 哦 她们真要双速双飞啊 利用一个圈套她们哦 你真厉害 我可全都是为了你啊 哎她们真啊 她们真在优惠啊 快快快 别你干嘛 你别冲出去啦今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战术挠头一只呢 你怎么也 啊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哈哈哈哈 看到别人你浓我浓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快点去找其他人吧 看人家优惠也没什么意思 哎 本来还想和雪剑优惠一下 结果没想到雪剑 不好意思 跑了 哦 今天 哦哦你们来了 大家都来了 我们找到其他人 听雪剑说了 什么 问好问好 谁在叫自学 这不是鼠山的弟子吗 总算找到你们了 这回我立了头功 你们可不知道 鼠山上上下下 现在都在找你们 子萱姐叫那么亲热干嘛 我怕你长心是说吃醋 再说辈分也不对 还没有成亲呢 再说子萱姐这么年轻 不叫姐叫什么 这叫礼貌你等不等 嗯 她还挺都礼貌的 霹雳堂有时凶方 发现他们的门人 都变得半人半妖的 四处活动 就尾随打探他们的动向 原来他们掌门有令 说要找到剑种重新 助练正妖剑 否则斜剑先无法使用 也就是说斜剑先要用这个剑 他帮斜剑先 和我们鼠山不会有些渊源 不过说来话可长了 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说给你们听 掌门师书命师书博先敢去剑种 以一代劳 四级夺回镇要剑 我们这些三代弟子打算继续打探消息 顺便寻访你们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前往剑种吧 不要那么着急 我还有很多情报要说 事态至此我们已经没空听你说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剑种了 上层西部 什么意思 啊 这个地方怎么像 看起来非常的像 当时 我们在那个什么仙境里和轮回对话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 这里面关了一只鸟腰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 还是迷宫吗 这个要用什么来打开 哦 这个我现在会开 哦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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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大猩猩 嗯 没想到还有别那种怪兽更大的 小怪啊 新魔角 哦 这不是我的魔剑吗 怎么落在了地上 哇 上层东北部 看来这些地方还是要走一走啊 但是很奇怪 嗯 小龙儿呢 哦 啊 到 开门 上层东南部 这个 往前走走看 这里有个机关 踩 中风毒 哦 把旁边的石端给踩起来 这下面怎么还有一个地方 什么意思 还要推一个箱子走 把这个箱子往旁边推 从侧面推 把这个推走 把拖出来这个推走 怎么推不了 然后再把这个箱子给推进去 转一个视角 我能直接往上跳吗 这个地方也要推吗 过来了 这个星星不会 吓我一跳 存档存档 上层南部 这里近剧情了耶 走到 走到尽头的地方 上面有字 余生余平生 号剑 球剑 极剑 藏剑 柱剑 月五十载 今日得欲仙元方之仙家真剑 乃乃无形之剑气 金铁之剑 因风锐而一折 金气之剑 原天地而不亦毁 且人生百年 纵距千金 亦难协归尘土 而剑在峡中 等同朽木迷 时 想我半生 鱼形 九州散人 说了一堆 关于剑的话 求真剑 仿正道而去 嗯 也就是说 手指的那个 刻的 用手指刻的 话说如此 真正能大车大悟的 又有几人呢 就是 哎 景天 你看人家是怎么说的 要有那么多 精英古董有什么用 银子拿来是花的 古董拿来是用的 现在不用就来不及了 银子可以给你花 古董还是摆着比较好看 用起来一定不如新的 你还是别打他们的主意了 故宫于仙人 什么意思 小鬼好像注意到了重点 怎么来了个 兵器武器大师 哦 他是旁边的那些兵器架边的吧 武器大师 先给你来一口软骨姜 看起来不是很 很强的一个 小boss吧 小boss吧 球球球 先拿他来练练手 看起来 大师 冹出来 对 在地andro dos 呢 好怪 後悟壞 最後一機 這個是什麼人 現在我還要往裡面繼續走 視角很難 又有劇情 這裡牆上換了很多東西啊 好像是 BGM怎麼這麼仙境的感覺 是我遇到西瑤的時候 好熟悉 輪迴說 這筆法像春秋時期的 不過那時候很少見這種壁畫 和江國有關嗎 這裡就是咱們的江國皇宮啊 這麼巧 不會吧 這個是母后的 這個是母后的 怎麼都是母后的 不要著急慢慢說 我們江國一向以 知染刺繡之術冠於天下 母后又是當時第一刺繡高手 她的一方小小繡帕便價值千金 可母后自嫁入皇宮便風箏罷繡 繡品傳世甚少 價格更是遠超珠寶玉器 後來揚國犯我邊境 父王向齊國求救 齊王竟要求母后 繡一副齊國的山川設計圖 哦 那這幾不是嘲諷 這個就是江齊國的秀養 父王本不肯答應 但母后忧心國是讓父王答應下來 不過這麼大的秀品 根本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 母后便將秀樣圈在牆壁上 暗暗召集民間巧守秀女 向他們傳授記憶 就是在這個小事裡日夜趕至 那齊國有沒有派兵 結果要秀兩年秀好 這兩年內他們派兵幫我們 防禦邊境 兩年到也平安無事 但母后卻因積牢成疾 在秀品即將完成的手病故了 父王也 也病不起 啊 啊 這裡有沒有出口 有機關 下層東部 要推箱子耶 先存個檔 這邊要 直接把我前面這個推開就可以過去了 這角落裡還有 換界水晶 紅魁 劈 這是什麼 這是江國的怪嗎 肥 肥頭大矮多 下層西部 下層西部 哦 哇 全是肥頭大耳朵 這這這 他們還閉著眼睛和我打架 啊 啊 不愧是江國公主 哦 又在牆上發現了什麼嗎這是 崩潰迷路了 小鬼怎麼拉 前面就是你的住建廳了 真的要是能找到那個什麼上谷 卷軸就好了 重新鑄造一下我這把劍 也許能有更大的威力呢 千萬不要大意 是 上谷卷軸 啊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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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怎麼在這裡 他在 出劍 都給我下去吧 不不不不不不 這是江國密室傳的 是股消股傘 是金消股傘 以筆之道還筆之身 拿解藥來 這柄劍是我的啦 怎麼他們都倒下啦 我要打 我要打這個斜箭先 現在 不是吧怎麼主角也倒下啦 他把我的兩把劍都拿走了 這怎麼辦 這怎麼辦 他想幹嘛 他要把我的 鎮鑰劍 哦不 他要把我的魔劍 容給他的鎮鑰劍 可隨心 不是想要鎮鑰劍嗎 給你 啊 了 然後 跳呢 我應該試過很多次但時候不多 怎麼回事啊 你的神术可以起死回生 只要你将心给它 无论多重的伤都能治好 不过要快 不然它魂魄散了 可就麻烦了 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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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剑 这样真的可以吗 你不要骗我 快跳进助剑炉 把神术真是逼出来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也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走了之后天歌就是我的啦 你不要瞻见过后 你不是很喜欢天歌吗 他可是救过你性命的 现在轮到你救他了 你不肯吗 早知道你是这种自私的女人 根本没有把天歌放在心上 还有 谁说我不肯 你不要用激将法 我喜欢他自安就不怕牺牲自己 不用你如此耗费心机 啊 啊 啊 轮魁怎么 啊 我的小魁 他怎么控制不住自己 我可以让哥哥复活 你们回避一下 小魁有什么办法 我才不要 你要做什么 不过我把千千的修为 给哥哥哥哥哥 应该可以起死回生 而且还可以修复一把剑 谁知道会怎样 那一个你可是诡计多端 啊 他又变成红色了 你不要乱来 红色轮魁在保护蓝色小魁 你能活多久 还散尽修为去修复剑 我可不想转世投胎 再说他死了 天歌就是我的了 我宁愿为了哥哥死 让他始终惦念我 也不要他陪着我心里 却想着另外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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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魁 啊 啊 啊 他心里惦记谁 要我的命我就给他 要我陪他 我就永远在他的身边 啊 啊 小魁在保护我啊 啊 啊 虾 今天怎么醒啦 这个时刻 哈哈 哈哈 这怎么办 今天你说句话呀 小魁仙呢 他被我打跑了哥哥你尽管放心 大家都好好的在这里 这条剑没有被抢走 那太好了有点不一样 什么情况 没关系这儿有人世间最好的住剑炉 一点点损伤也是可以修好的 啊 子萱姐就拜托了小魁 雪姐你们恐怕我不能 你们你们 我对不起对不起不能实现以前的诺言了 凉饼剑炉 两饼剑都被毁坏了 只能利用这 只能利用这 熔炉将它们其中一把修复 你要保留哪一把 你喜欢哪一个呢 什么叫我喜欢哪一个 我肯定是喜欢我自己的剑呀 可是正要建议 你要做什么 学剑的话难道是一语双关 你要哪一个剑 你要学哪一个人 哦 这 魔 怎么要自己选 嗯 我想一想 魔剑是小魁吗 因为 小魁的魂魄是从魔剑里出来的 正要建的话是 雪剑 正要建的话应该就是 天下苍生 是这样子的吧 是这样子的吧 雪哪个啊 我觉得魔剑应该就是小魁 正要建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雪剑 但是魔剑肯定是小魁 我觉得小魁对我真的很好 他还想把他的修为给我 即便他 要转世投胎 不过我觉得 我应该让他去转世 投胎 这样他才能够有他新的生活 不要一直变成鬼魂 你们 刚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和雪剑在一起 你们觉得对吗 哈哈哈哈 所以我 嗯 而且魔剑现在也陪我这么久了 我觉得我现在是不是 也应该放掉 放手 有一种爱叫放手 你们懂吗 嗯 所以我 要选真要剑了 嗯 啊 雪大哥还在鼠山等着 真要剑是唯一的 雪剑仙不能 雪剑仙不能 今天又换回去了 哥哥 毕竟 你还是喜欢雪剑姐姐 我知道我永远比不上他 我要你好好活着 替我好好活着好吗 请你一定要对哥哥好 你们一定会幸福到 我的小鬼 哎 你不要这么说 我是爱你的 所以我才要放手 这一次能救哥哥真好 我好高兴哥哥你要保重 这柄 战腰剑送给哥哥 哦 哦 啊哈 小鬼 你要干什么 嗯 哦 他不是 只是给我魂魄吗 他不是只是给我修为吗 你不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对我呀 哦 哦 哦哦哦哦哦 啊 啊 啊 小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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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轉世去了 小鬼 啊 歪了 哈哈哈哈 他为了救我 把千年的修为全都度给我了 我也有这样的修为根本不容易 若非常年 心入止水是根本办不到的 我难道选错了吗 还这么傻不行 我要去鬼间救他回来 他本就是鬼 此时应该已经转世了 转世了也好 哈哈哈转世了也好 我一定要走遍天下 找遍今日出生的婴儿 不管多少年一定要找他回来 不管他认不认识我我也要找到他 是我对不起他 嗯 不要义气用事 好不容易要有自己的身体 就要变成人了 可却偏偏这个时候 这是他心甘情愿 可是我不甘心 我不要用他的死换取我的生 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他一辈子的 让妹妹为自己牺牺牲 算什么凶掌啊 问问问 哦 哎不能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魔剑养成系统关闭了 我现在要干什么呢 嗯 毕南平 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都要 为什么 这一步仙剑三我已经找了雪剑 找了一整座了 难道下一座要让我去找龙葵吗 Miriam 找遍今日出生的 所有婴儿 好